新加坡之後 法國之後 回到美國了 美國有講不完的話題 對 美國真的有講不完的話題 我們有一點路布殊總統特討維安 在美國的新聞報道裏面 其中有兩件事是比較多焦點所在 第一個是討論特朗普去過喪禮的時候 怎樣坐法 跟其他樂任總統 尷尬的樣子 第二是去的時候 原來由白宮去到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戶場 是教堂 其實只有250公尺 結果他都用過車隊去 那裏也是一個花邊新聞 另外一個就是 在那些悼念詞裏面 不同的人上去講話 有一個很精彩的講解 就是幫他寫一個傳記的一個人 講回他的生平 但我都不是講這些 我再想講 想起 因為路布殊哥一生 我想起 曾經在書裏面看過他 跟美國一個很出名的主播 叫Dan Rather Dan Rather 就是 基本上是國寶來的 公信力高局總統 那些級數的新聞主播 那件事出處在哪裏呢 又是這個人 Bob Woodward Bob Woodward 最近搞得特朗普有空 寫了一本Fear出來 就是同一個人 之前他寫過幾本書 所以他寫到特朗普的時候 有些不高興 就是特朗普不肯給他的幕僚 還有他自己不肯接受訪問 其他那些 那麼多任總統 就是他接觸到的 全部都肯給他訪問 肯給他寫文 那Fear之前 再做很多 有本書叫Shadow 一講就講五個總統 就是 直接是講福特 卡特 跌根 魯布殊 和哈林頓 就是數這五個總統 提到魯布殊 挺有趣的 原來 魯布殊在他 一直做副總統 然後就參選 因為 列根已經是兩屆任期了 沒得再做下去了 共和黨就找了 魯布殊出來 就打算接替他 但是當時就搞了一個 伊朗賣軍火 賣軍火給伊朗 一個很大的醜聞 究竟呢 當時要討論 就是 你作為副總統 你的參與有多少 你是知道還是不知道 知道 你扮演了什麼角色 有沒有反對 他一定要怎樣 他身邊的人 講法 基本上就是說 他雖然是很近 但是他知道的東西 其實不多 就是副總統 但是 這個就是整個 競選期間 他給人整天挑戰 一樣東西 有一次 他就是 就是 就這件事 有一些文件 就快出來了 他就直接找人 就把那份文件 就拿去給這個 Bob Woodward 我們說他不是很多東西 就是 去跟人做訪問 自己拿包嗎 是啊 是啊 他的想法就是 反正都說了 我倒不如早點 早點說了 好過不知道什麼時候 突然間突然爆出來 他就安排了 他親自送他 給這個Bob Woodward 我們經常都說 Bob Woodward 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訪問官員 可以告訴你 我已經看了你什麼什麼文件 機密文件 我想另外看的 就是現在在你的隔晚裡面 另外一份 這個不是我想說的 這個就是 我想說 Bob Woodward 就是那個可信程度 副總統就是送文件給他 寫故事 原來是這樣的 OK 他一次是CBS接受訪問 當時比較有趣 那段影片 我們可以把連結放到Facebook 訪問他 Dan Rather 自己在這裡 布殊不是在錄影廠 跟他面對面訪問 要off the camera 是的 那個觀眾 不是 即是畫面 就是拍著布殊 在電視裏面 而那個Cutaway 就是拍回 Dan Rather 就是這個訪問去的那個 記者主播 就真的拍著他本人 拍布殊的時候 就拍著他電視 是 那一路訪問 就不斷折他 Dan Rather 也是一個很資深的記者 在這行裡面 也是神急的 就是做主播做到 好了 就是猛地追問他 就是究竟你知道多少 當時你開會 你有沒有在 因為布殊的說法 就是說 你說那個會議 對不起 我真的不記得了 那他就說 蘇伊之那時候 國務卿 就說 他就有很強烈的意見 在一個會議的講到 那麼 那個 訪問去的Dan Rather 就問 如果蘇伊之 這麼大這麼強烈的意見 我真的不記得了 如果他有這麼強烈的意見 那他就說 他什麼時候都這麼強烈的意見 我真的不記得了 如果他有這麼強烈的意見 我都應該記得了 但是我真的不記得了 那他一直這樣說 一直追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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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個階段 我想大約是 三分多四分鐘左右 他開始有少少不耐煩了 小布雪 不是小布雪 小布雪的老爸 老布雪 就反擊了 他那個說法就是 他直接問回頭 問回這個Dan Rather 他就說 How would you like it How would you like it If I judge you 好 再來 How would you like it If I judge your whole career By those seven minutes When you walked off the set in New York 他就問回頭 如果你就猛烈 我服務了這麼久 我又幫國家打個仗 拿個戰機 被人打下來 從海撈上來 那麼多事情你不說 我的公務生涯這麼長 你就是要說這個會議 這麼短的時間裏面 那件事 他問回這個訪問的人 他就說 如果我將你成世人的事業 我就是 只是看你七分鐘 發生過什麼事 他有七分鐘 就是CBS試過是black out 出不到街 沒有新聞播出 我就是 將你成世人 我就是用這七分鐘 來判斷你一輩子 你覺得公不公平 之後觀眾看完之後 就覺得好東西 一下子 我們就叫做KO了 基本上他認不到 Den Ruther 認不上 那是什麼事 我們現在說 很久了 三十多年前的事 就是1986年 1986年 就試過是怎樣 這個都是美國新聞 即是電子史裏面 是一個 都幾特別的一件事來的 如果要讀新聞傳播室 就一定會讀到這件事 那當時呢 其實就是 有兩件大事發生 一件就是 他們有些網球公開賽 對於美國人來說 就是體育都重要 第二個就是 教宗 約翰保禄二世 當時是 就在訪問美國 就在 馬亞蜜州 而CBS那隊新聞的隊伍 就飛了去 馬亞蜜 就準備做 教宗的訪問 在那裡的廠 就已經找了 我們叫panelists 去準備訪問的人 做好了 然後就在那裡 六點半 他們最主要的新聞 在六點半 就在六點半 直播 但事前 他們都已經知道 這個網球賽 就在打 semifinal 有段時間都沒有總決賽 是女子網球賽 但是 知道有個可能 六點半 就無法完結 所以他們就談了 究竟怎樣處理 開頭的想法就是 兩個而已 一是六點半 不完結都會剪回來 給你新聞部做 就是體育部 CBS Sports 就在那裡完結 無論如何剪了句 直到你播完新聞 他就繼續再播回 第二個 Dan Rather 自己的說法 就是 如果六點半 你給不到我的時間 就麻煩你七點才給我 是 那就好過 將我那半個小時 即是將那個新聞的時段 信任 沒錯 在美國 大家要留心 這些CBS 是全國廣播的電視台 他們其實很多地方 很多州的地方 靠它 到時就是 拍你的新聞 他們自己沒有東西出門 那段時間 就是這樣 誰知道 去到六點半的時候 沒有加到給他 還在那裡 打招牌 他就 立刻就 喂 你不是說六點半給我的嗎 所以他就 跟那個控制 總部在紐約 就跟紐約那邊說 就是說 我要跟你說 那個電話 那他就已經是 故意去了一個 私人的電話 所以那個談話內容 其實真的怎樣呢 其他人不太知道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 出來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 就是說 Dane Rather 就是說 要拿回那個時段 那邊呢 播放體育那邊 就說 好啊 你要嘛 那馬上還給你 哈哈 播放了六點半後 兩分多鐘 就馬上剪掉 真的 就變成 整個 球迷也好 起哄 去回他們 買一買那邊 打算是出新聞那裡 結果 是 black out 整個畫面是黑了 可能 你還沒準備好 或者 Dane Rather 也在去追通電話 那邊就已經立刻 aja 那就立刻還給你 那就要是玩始終 後來 Dane Rather 不會相信同事 找作 scor 覺得他們 很容易 不容易 They thought it was 讓他們 搞 2分多鐘 之後 33分 結果 就 出了67 你是 在6分鐘後 他們才能把新聞接到出道街 在6分鐘內 完全被CBS黑 這件事絕對絕對不能發生 我曾經在麗的電視台的時候 我叫做助理總監 其中一個小組向我負責 關於節目的傳訊出街 工程部是24時才有人當席 若然出現某個廠 某個直播 或外電 就立刻有一張卡 是要出的 不可能black out 這真是天大笑話 總之搞到 地區的電視台應該是用CBS的新聞 沒了怎麼辦呢 結果要播放那些遊戲節目 別人打算在新聞裏面 隨便找一個舊的遊戲節目 出來頂住 所以對他來說 對Dan Rather Dan Rather 我之前都說過 是一個一級 國家級的主播 結果就是這件事 布殊的說法就是 喂 你不斷折我 就住我的會 我如果 我就是用回你 他說七分鐘 其實六分鐘而已 我用回你六分鐘 我用你六分鐘就決定你 你成世人的功過 是否公平呢 那些觀眾就相當受罷了 尤其是民主 尤其是共和黨 共和黨自己 聲稱共和黨的人 那些選舉的指標 那些選民怎麼看呢 很多時候反映到全國怎麼看 他做出來的民意調查 就是說64%的人 即是三分之二的人 就覺得這個 這個Rather 是out of line 就是這樣做 是過分了 是不惜 不惜為你 因為他是不停打斷 盧布殊 在他的講 是搭著問搭著問的 盧布殊其實已經是 很堅持繼續說的 所以他的聲音很多是搭著 但到最後他都停了 是被Dan Rather 繼續問下去 然後他就聰明了 剛才說的那句 然後只有18% 就覺得Dan Rather 是這樣的問法 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17%就說 我沒有特別意見 我沒有看法 那三分之二的人 就覺得他失敗了 所以 跟著 其實這件事結束之後 試過境遷之後 Dan Rather自己 都做了一個獨白 做了一個獨白 他就說 有些時候做記者 都不是想說 那麼不客氣 但是他們的職責 就是要提問 要提問 亦都是希望要拿到一個答案 在這麼有限的空間裏面 他就唯有這樣做 就是他自己 這樣解釋 避免這個避訪問者 拉布 是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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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對於我們行 同時行業的教訓 就是 你要做功課 是 不要 別人訪問你那個人 一定既能做了很多功課 一定做了很多功課 Michael Giugani 訪問你 他當然是將你的展報、新評 Media 有些什麼 再問問身邊的同事最近有些什麼 說什麼 平時在哪裡出入 一個好的記者、一個好的訪問者 一定會做足這些事前的準備工作 反過來 你的備訪者 其實除了你自己的主題之外 你都應該做一點點功課 訪問你那個人究竟是什麼人 如果他這麼粗糙的時候 我又沒有一句 反駁這個老部署名 他的目瞭好東西 連銷帶打 我相信沒有人幫他準備到 當然那時也是大新聞 就是你無端端 六分鐘整個電視台沒有東西看 但他懂得在適當時 就這樣反駁你 但我們香港又不同 大台出Color By & Tone 都贏了你所有其他 廣播電視台對手 當然啦 隨著科技的進步 剛才所說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訪問 以及有一個很重要 大家關注的體育事項 在正在進行中 現在技術上能夠解決 就是Picture in Picture 現在我看法國的 黃色背心的示威現場 是一邊報新聞台 正在原本的新聞台 但在一個階段 有一個屏幕開了 有一個窗戶開了 看到那裏的現場 甚至電視機 可以選擇你的聲音 你喜歡哪一個畫面的聲頻 都可以 不過對於Dan Rather 對方來說 他當時有些壓力 其實CBS 這個新聞報道 傳統上的第一 甚至連續二十個星期 都是他第一 但是後來 Nelson 改了收視率的調查方法 他的解釋 因為轉了調查方法 就跌到第三 所以那次想著 教宗來到 我要做好他 就是響回我 響回他 響回他 結果就被你咳進去 結果搞了大佛